基本上我覺得在這個系上或說在這個學校 很多老師帶畢業設計其實多少都有一些方法 那我覺得我的方法就是所謂的作者論 就是譬如說從電影上面引用的這個關於作者論的這個想法 那我覺得基本上我很喜歡我的學生先變成了解自己的人 然後再從那個點去擴大成 變成一個有創作習慣的人 然後接著他帶著這一個狀態進入他的畢業設計 所以譬如說我後面這兩個作品 像何永漢他的這個鐵皮屋的作品 他自己的家裡頭就是開所謂的鐵工廠 然後他的標題紅太鐵窗行 其實多多少少有一點看似是要討論這個繼承家業這個東西 但其實他古籍是個party queen 所以紅太鐵窗行到半夜的時候會變成一個party的空間 所以他很巧妙在這個作品裡面的這個兩面性 就是說實的構造跟虛的這個燈光的東西 然後跟白天跟黑夜去融合他這兩個特質 一個是關於他的家庭的 關於他的建築的修業的 關於他將來的職業的那些問號 然後另外是關於他個人的喜好 他作為一個這麼年輕的人 到底真的要去蓋鐵、蓋剔除嗎 這樣的一個問號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 畢業設計隊來講 是一個他自己關於這個問題的追尋 那是不是答案 就是他自己後面的問題 那范薑這個東西啊 就是他從自己身為一個所謂的客家子弟 然後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客家這個東西在現代的這個生活裡面 作為一個所謂傳統的客家的這個 現代生活的這個後裔 那個所謂的Lifestyle 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然後他從那個 關於客家的這個文化上面這個考據啊 他提到一個東西就是說 客家人往往是 不管是在選地啊 或者說做過房子的那個建材上面 往往有一個傾向 就是他們是撿漢人剩餘的那個東西 所以他 他試著在有一個奇想 就是說 如果說 一刀切斷那個傳統的 這種我們習慣的這個 所謂的營造的體系 然後不依附這個東西 那他自己透過 剩餘的這個物資啊 作為一種新的建築的材料 去創造一個屬於他自己的 獨立的這個營造體系的話 會怎麼樣 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很有趣的問號 那這個問號 如果說這個東西啊 他這個畢業設計的作品 算是一個成果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 應該算是一個 不如說是一個 追尋的過程 那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那個 所謂Lifestyle的答案 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只是對我來講 就是說 這個東西 他做一個畢業設計 我認為是一個滿勇敢的提問 提問 或者說一個嘗試 就是 這個提問呢 幾乎是讓你很難去想 想像 就是說 那個最後那個答案 到底會是什麼 那雖然說 也許有一些 所謂樹人製作的 廢棄物的這種構築 會有類似的狀態 但是 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作為一個 已經受過四年的 那個建築教育專業訓練的人 他在 同樣面對這樣的 廢棄的材料的時候 跟那個所謂的樹人的營造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所以 這個最後的呈現 對我來講 其實是滿有趣的狀況 好 好